那蹲的時候呢 盡量就是像坐下就好了 那速度呢大概就是一秒以下 速度的話呢其實可以自己調配 因為有些人他其實 比較強度沒有辦法到這麼高的話 他其實很容易就喘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自己配 因為其實我們是主要是要 讓我們的心率拉起來啦 是 對 那所以等一下休息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 原地踏步 或者是呢 就原地小慢跑就可以了 好 好 趁這個休息時間 是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第二個動作 OK 那我們做平板的時候呢 就是記得我們的腹部呢 要用力 又吸碰右腳 左吸碰左腳 對 然後走起來再繼續 好 那屁股也要夾緊 好 其實這個動作就是 會感覺到腹部是滿明顯的啦 對啊 我覺得那個核心肌群好用力 對 然後會覺得 也是30秒嘛 對會覺得30秒過滿久的這樣 1 2 3 2 1 好 好 休息 對 那休息時間講第三個動作 也要踩步嗎 你可以踩步 或是你就是在原地小慢跑這樣子 因為要維持我們的心跳 好 對 那第三個動作是隱形跳繩 那什麼是隱形跳繩 就是 我們假裝自己有跳繩 然後我們就開始跳 所以你要分腳跳也可以 分腳也可以 對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其實跳繩是一個 滿好的有氧運動 就是因為它很方便 你家裡如果有跳繩 你平常就可以直接拿起來做 好 跟跑步一樣簡單 但隱形跳繩也不用擔心跑到樓下 對 會有那個甩的那個聲音 怎麼覺得隱形跳繩很久 對 應該過了快一分鐘了吧 好 休息30秒 喔耶 隱形跳繩完呢 我覺得這個是今天最簡單的動作 就是 撐平板 如果你的上肢力氣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 其實就是 軸撐就好了 喔 平常就可以了 對那你如果覺得 難度要再高一點點訓練你的上肢 那我們就是把手撐起來 好 好 那我們就321開始 好 你看我跟奇惠都沒有要撐起來了 就軸撐了 哈哈哈哈 逃避那麼累嗎 然後屁股 對啊能夠運動偷懶就偷懶啊 屁股一定要夾緊 然後腹部不要掉下去或是 或是屁股這樣撐起來 好痠喔 它就是像一個平板 然後 大概10秒的時間 對你會覺得你的腹部是有來用力的 3 2 1 好了 不行了 喔這樣真的很累耶 很懷疑他們有沒有在計時 很累耶 3 2 1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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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喔 好累喔 我們剩最後一個動作 最後一個動作叫做屈膝裏 那屈膝裏的意思呢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近裏 右腳先到左腳的斜後方 那這樣子做的同時呢 我們的右手是會去碰我們的左 左邊的腳踝 內腳踝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就是連續這樣子做30秒 它其實有點像單邊的深蹲啦 就是單邊的深蹲 好的 好那我們3 2 1就開始囉 好 3 2 1 開始 這還有一點拉到筋的感覺 對 就是切記它是在斜後方 它不是在正後方 所以你的單側的臀 側臀其實會有點小痠 對是鑽的會有一點拉到的感覺 對 所以這幾個動作都是做30秒之後休息30秒 休息30秒 其實如果你的覺得強度不夠的話 你可以把休息時間縮短 好喔 3 2 1 好的 好 我們結束了 厲害 好像我結束了 原來 完全 去到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